請問所長來我們同安所 當我們所長多久的時間 我來同安派出所 已經三個月用七天 那之前是在哪一個所 之前在巴德分局巴德派出所 巴德派出所 那請教所長 巴德所跟我們同安所 這個民情風俗 跟這個地方的交通治安有什麼差別嗎 巴德派出所 他的人民比較純樸 那當然因為他人口比較少 所以自然跟交通的狀況 也算是相對的單純 那同安派出所這邊 人口比較密集 那所以常常我們會接到一些 比如說違規停車的檢舉 那當然我們是 我們盡量以勸導來代替那個告發 那其實希望大家都可以遵守 那個交通靠制和交通規則 那我想請教所長 在你個人認為 怎麼樣能夠扮演好這個 身為人民保姆的這個角色責任 那我們當然是 第一個就是 以防治刑案發生 為主要目標 第二個當然就是 維持交通的自然 交通的狀況 那交通順暢一直是 我們的主要重點工作 那還有防治切案的發生 那這一點 這部分我們會跟 各個里長還有分手隊好 我們緊密的聯繫 那因為大家常說的 警力有限名利無窮 那大家幫我們注意 那我們知道有這個狀況以後 那我們就盡全力來做 那希望我們能夠把交通跟治安 這兩塊都把它做 那我想請教所長 你在同安所擔任所長的旗艦 你個人有什麼 願景跟期許沒有 願景跟期許 因為這裡人口越來越多 那我們的願景跟期許 就是把 我剛剛講的 把治安還有交通 讓交通順上 讓治安良好 大家都可以 安居樂意 這當然是我們警察 最大的期許 跟我們最重要努力的目標 這樣子 好 謝謝所長給我們做專訪